这是1942年发布 由日韦电影制片公司设置的 日军完全占领上海及侵略香港的真实影像 这段昔日被日韦用以宣传的短片 如今成为了日军侵略中国香港和上海 以及汪伟政权与日寇沆险一气的罪证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 日军马上占领上海租界 对租界内多国财产以各种民意冻结或结收 并立即查封所有反日报社 通讯社和电台 接管所有书店和出版社 并没收了书店内的所有反日书籍 并强化针对英美等敌性国的舆论攻势 汪伟政权则紧随日军步调替侵略大唱总歌 上海公共租界现在已经消灭 一切敌对性的机关都已经停止 上海市民的生活在友邦日本军的武力之下 是得到了保障 实际上日军已占领公共租界 吉令公布局初告示限制居民购粮 之后又取缔上海郊区的米市场 1941年12月9号 日军占领租界4日 在日军的命令下 公共租界公布局宣布平价米 从过去的每人每次限购5升 减为每周限购2升 12月15日 公布局又宣布平价米每人限购3升 价格涨为4元 4年1月26日再涨为4.3元 到2月2日供应的平价米 又被限购为每人两升 一周后竟直接降到一升 到7月6日又开始凭证购米 日为推行寄口受粮制 规定凭市民证领取购米证 每周配护口米一期 米质量很差 多为下角碎米 如此 每人每期还只能购米一升 不足成人三天的食量 之后 配米又改为十天一期 市民在日军统治之下苦不开言 人人成为妄恶的犯罪都市上海 在市民自动协力之下 治安已经恢复 以便而成为理想的都市 日伟在影像中歌颂日军侵略后 市民自动协力维护治安 实际上镜头中的公共租界自警团 乃是日军为了加强统治的手段之一 即在保假制度的基础上 受益租界组织民众自卫警察团 即自警团 1942年4月5日 公布局按照日军要求 宣布公共租界居民凡 年龄在20至45岁的男子 除公务员医生 教员及新闻记者外 均有加入自警团的义务 中国百姓被强制性加入自警团 5月11日 开始根据公布的 自警团站岗分布表 要求团员每日轮流 在自警亭执行两小时 且并无薪酬 香港的陷落就在眼前 在友邦日本军的总攻击之下 香港已经快要崩溃 民国30年12月25号 离兵终于投降 冲天的农烟仿佛 1941年12月8日 与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 几乎同时 日军展开了对香港的入侵 25日 香港总督杨木齐投降 日军随即占领香港 中国大陆丧失了 海外援助的重要据点 12月28号 日本海陆空军 联合举行香港入城典礼 这样新的东亚的历史 现在已经展开 自从日本军占领香港之后 香港市内的治安马上就已恢复 市民们都很高兴 街上非常的热闹 镜头中实际为1942年3月 日军占领缅甸阳光和印尼后 香港的日军总督 清华战犯击鼓连接下令 举办的庆祝占领活动 日委以此镜头歌颂 日军侵略香港后 见面热闹治安恢复 实际上 1941年 日军占领香港后 即展开疯狂的大屠杀 日本侵略军驻香港副总督 平眼帽所写的 我们在香港的科政与暴行艺书 承认日军对香港民众 进行了残酷的掠夺 抢劫和杀人 他直言在进入港九时 看到街道上 还有许多尸骸未曾清理 海面上更是胡着数不清的死尸 日军在香港的屠杀 及输在人口 使得到1945年日军投降前 香港人口几剩60多万 大东亚共荣圈的要冲 正向着光明大道迈进 无数铁证和血淋淋的事实证明 所谓的大东亚共荣等口号 只不过是日本侵略者 对亚洲各国进行统治与压榨的伪装而已 准备